一場大火把公寓六樓 燒得一片焦黑 居住在內的老婦人 嗆傷送醫 我媽媽突然喊我很大聲 我就快點衝上來 說火焰已經出來了 我就抱著我媽媽 快點往下跑 被燒毀的雜物 堆得滿屋都是 慈濟志工動員二十人 協助整理 整間都是垃圾堆 一大堆很多很多的東西 真的從來沒有聽過 說東西有那麼多的 需要我們的我們就往那裡走 拆解傢俱 打包裝袋 毀損的電路管線也重新整修 屋主朋友精通水電 二話不說來幫忙 實在就是自己的大哥 所以我們可以幫忙 雞電的保安 快把他做得好 來 太空包 眾人齊心協力 進度超前 短短一天時間 就幾乎清理完畢 我只能說由衷的感恩 意外來得突然 志工主動關懷 有力出力 安定 受在乎的身心 大家新聞 中子雲 科興志聯 建新 台北報導 放鬆 事情 汪水 先講話 辯